国际研究团队表示新的演算法架构可以利用中国发射的月球轨道卫星收集数据 目的是训练AI自动学习与辨识月球中低维度地区的陨石坑 值得一提的是透过AI机器学习将会同时绘制出超过10万9900多个新的陨石坑位置 而且大部分的陨石坑直径都介于0.6到60英里之间 在过去绘制月球陨石坑的地图工作通常是由科学家采用人工方式主义记录 不只过程旷日费时且无法获得最清晰的影像 现在透过卫星影像来记录与观察陨石坑 不只可以建立起清晰且完整的月球地图 更棒的是透过人工智能方法还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准确率 同时也省下大量的人力成本 可以更精准地用于个别陨石坑的地质分析 东雄团队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